那不过瘾 皇宫负贞一生 都要冲锋在最前线 十指东汉末年 朝廷内部争权夺利 导致天下大乱 恰逢天地一变 饥荒贫乏 使得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此时一个名叫张角的男人 横空出世 他在冀州创建太平道 以此拯救世人 顷刻之间便掌握了民心 中平元年 张角率领太平道举兵起义 反抗朝廷 头戴黄金的黄金军 在各地同时揭竿而起 这便是后世口中的黄金起义 朝廷虽然火速派兵镇压 但是无奈接连败退 延续了四百年的汉王朝 即将走向终结 帝君是三十万黄金军 虽然大多是百姓 但是数量上非常有优势 你这样一说 真是令人吃惊 愤怒的百姓 真是可以震撑大帝啊 哎呀 主公 现在的情况并不好笑啊 这有什么 战斗不是以人数取胜 这些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黄盖自攻赴 追随孙家之主孙奸的刚勇武将 追随孙奸举兵 镇压黄金起义 为借此机会打响孙家名号 竭力奋战 难道你能以一己之力 抵挡千万百姓 说起来容易 但是说过了 就是大放厥词 臣仆 你也不要如此较真 正因为在人数上不占优势 我们孙家才会挺身而出 我们要帮助势单力薄的官军 镇压黄金军 这也是为了守住汉室 记住 我们孙家是汉室的利刃 现在正是我们完成这一职责的时刻 而且 我觉得这一战 不会失败 何处此言 因为我们孙家猛将云集 城普 黄盖 韩当 我很期待你们的表现 主公就是擅长鼓舞我们呢 真是的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地步 我们岂能不热血沸腾 你们总是这样 看来又要有老夫来负责提高士气了 哎呀 城普大人 不要如此争强好胜啊 据说董卓已经在广宗布阵 似乎有五万冠军 董卓是那个在梁州扬明天下的人吧 好 先去与他会合吧 听闻董卓就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孙剑大人切不可掉以轻心哪 好 我一定会牢记在心 我们出发 黄盖 鼓舞士气吧 好啊 崛起吧 江东孙家的将士们 我们要成为猛兽的尖牙 彻底撕碎敌人 真是的 真拿百姓没办法啊 怎么会情信黄金军和张角的话 不过仔细想想 这应该也是天赐良机 如果我们能取得战功 就能提高主攻的声望 也能昭示天下 孙家 孙家 屹立于江东 既然如此 这的确值得一战呢 就让我黄公赴 全力一战吧 武功 请看 前方就是黄金军的部队 正好能在正式开战前 做个热身 我们走 将敌人杀个片甲不留 与我们黄金军作对 一定会受到天谴 才是现在这样 你们是不是想捕捞黄金军 那就来和力大无穷 跑得飞快的周苍 决一胜负吧 武功 让你老服吧 让你还是老子吧 这下糟糕了 我还是快点逃吧 真够大费了一番周折啊 那边的人好像是董卓吧 你们是什么人 孙文台率兵将一千 前来参战 你就是那个什么江东之虎啊 你们随便找个地方 歇着就行了 不 那个 我们也希望能尽快参战 没这个必要 现在只要观察情况就行了 你说什么 为什么要那样 你们是笨蛋吗 想想黄金大军有多少人 我们这点兵力 怎么可能打得赢啊 我们可是官军 有人作乱 我们就用更多的兵力 碾压过去 在朝廷注意到之前 随便打发时间就行了 那如果朝廷没有注意到呢 那时也有那时的办法 如果你们实在手痒 那就随便吧 到别处去打打散兵游泳什么的 不过可别给我惹麻烦啊 遵命 我们这就去 镇压这一带的黄金军 哎呀 感觉好麻烦啊 冬卓 究竟在想什么呀 不过 他的话也不无道理 就算对手并非正式的军队 军力的差距也不容小觑 不 董卓应该有着另一种看法 不损好自己的士兵 对各地的战士置之不理 这样下去 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 很有可能 毁掉当今天下和汉室 只剩下董卓 毫发不损 哎呀 难道他 那就是 人面受心的董卓的目的吗 真不可毒啊 主公 我们怎能对那样的家伙 坐视不管 不 现在还无法定论 而且他的表态也不是毫无作用 就让我们利用他吧 一边与敌方士兵战斗 一边将其引诱到董卓面前 一旦他想留存的士兵陷入险境 他也不得不出来战斗 如此一来 他的阵地就成为了主战场 我们则趁机击败黄金领袖张桥 原来如此 看来有胜算啊 不过这样一来 感觉孙坚大人比董卓更像恶人哪 什么 那样才恰到好处吧 看来这下又热闹桥了 广东副 你斩杀敌将 床干 不要为这种程度的表现 斩战皆齐 期待你能立下更显赫的战功 走 哼 哼 哼 别着凉啊 小娜 谁 什么人 黄金军 老夫名叫黄公赋 我要击败 对你们花言巧语的张角 我们要引出黄金军 首先要做的 就是彻底击溃眼前的敌人 敌军的目标应该就是此地 弟兄们 加强守卫 不可能 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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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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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是什么人 见董卓不肯行动 就又使敌人攻击董卓 不错 此举确实能够推动战局 我也来协助你的 引诱黄金军之事 就交给我吧 那个 多谢了 不过 你是什么人 我名为曹孟德 来此的理由与你等相同 是你呀 你的名字老夫早有耳闻 你们也该自报家门才对吧 失礼了 在下 孙文台 哦 我们也听说过你的名号呢 传说中的江东之虎啊 主公 遇到有趣的对手啊 嗯 听闻孙家世代尚武 让我等见识一下吧 不负众亡 努力奋战吧 你等暂且返回董卓身边报告情况 他应该很快便会调兵潜将 记得先做好镇压黄金军的准备再去 我明白了 曹操大人 谢谢你的提议 拍不到 这儿就回来了 黄金军的情况如何 是这样的 董卓大人 大事不好了 黄金军正在向我方行进 黄金那些人打过来了 可恶 那就没办法了 都听好 前进 战局终于开始推进了 看来曹操大人一切顺利 各位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为击败张角 全军奔赴敌方大本营 黄金 来大概一程吧 镇压黄金军的首领张角 展示一下我们的力量吧 这就是黄天赐予的奇迹 现身吧 什么 怎么突然出现了士兵 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说这一带 没有多么美丽的风景 但是想不到这里的生活 还算舒适 还算舒适 这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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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费的 是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了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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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计算也没有机会发挥了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 做得好 我会记住的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 你的无勇低如既往的出色 我的计算也没有机会发挥了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 你的表现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 那就是老夫的地盘 那就是老夫的地盘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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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与 非常感谢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 看来老夫的地盘 看来老夫的地盘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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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要的地盘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 好厉害啊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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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Intel 有静人点 跟我来 我要把阿野的地方全都闪平 有静人点 跟我来 刚才是什么 那是敌军的要塞 不是吧 这居然前军覆没 救命啊 阁黑的阁下 总算摆脱了困境 更新感谢阁下的救援 为了迅速镇压起义 我来协助各位吧 真是不成熟啊 逃不过的桥 你走过的路还多 以后要继续武力 出来 独从敌军那里收紧的一张地图 似乎一张角创造的偏离也不坏 独阳以及叶臣 已标注的技巧 应该进行严密调查法 应该进行严密调查法 嗯 如果能够了 你再继续用来 地图 走 我 rows放过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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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5 17 哎呀 这里就是老夫的地盘了 老夫军会被逼得走投无路 真是错判了 王金军的实力 哎呀 有复杖 情况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足弃打垮他们 我好想到你 冲啊 立刻展开防御阵型 借其中来临的战斗 立刻展开防御阵型 立刻展开防御阵型 打散开防御阵型 打敌敌人的控制 目标在那里 上了 请打击敌人的痛楚 武镖是那里 上啊 武镖不战 一个展开防御阵型 已经即将来临的战斗 但请打击敌人的痛楚 武镖是那里 上啊 还是老子 不要笑 不 不 不战 你好厉害呀 皇帝 我人和年纪没有关系 欠毁敌人吧 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 救护战 你还是老子啦 让手看老夫 只能撤退你 真实力尽忍 反正撤退 狠狠副 你真实力尽忍 你斩杀敌价 狠狠副 你斩杀敌价 狠副 狠狠副 那种才是老子啦 有许有许 羊杀才是这 这知识终将到来 那时 我们再捣着瞧吧 不是 是记性 真是 从此一生 阁下 出现得太及时了 真是不成熟啊 狗扶过的桥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今后要继续努力 成为军中凯华 请不要忘记啊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这就是老夫的地盘了 撤啊 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 我会好后表现 快到复战 走 这里就是老夫的地盘了 走 这里就是老夫的地盘了 我记得他的手 我记得不错 我记得他是老夫的地盘 有没有 在这儿 行 快点缴械偷侠 我们不是在迷惑百姓 饶乱世军 谁会向你投降啊 相信上天奇迹的王 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这就是 上天级人工将军的力量 好了 来分辨下谁才是本尊吧 真是遗憾 我是冒牌的 凌鸡 根本无法看穿本尊是谁 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 我们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 黄宫副 你尘杀皮匠 您好厉害啊黄阁 和年纪没有关系 以后要继续努力 从没军中凯罗 是军中凯罗 护士 做得好 你的表现我会记住的 我们去占领那个地方 居然会有被你看穿 大哥 请将我们的信念 这条战线已经冲破 好 尘事继续进军吧 王宗父 你斩杀皮将 真是不成熟啊 老夫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好 你战斗起来 真是应有余领的 好 真是努力 再接再厉啊 这些黄金军在城里 快来人啊 我会好好表现 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定 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机遥 好 真是努力高强 王宗父 你缠杀皮将 好厉害啊 黄金 果然和年纪没有关系 你冲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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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据点收尾极有 登附阵 大战 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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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 你才是老兵 我又叫小兵 我叫小兵 成为军中凯博 竟然为全军覆博 我实在撑不下去了 撑退 我长点记性 太新鲜了 谢谢你 不要忘记我们不管 完蛋了 夜城的机器 没事吧 不要忘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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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会好好表现 礼物 礼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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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郝宗父 你斩杀敌架 你好厉害啊 王盖 咱和年纪没有关系 保护吧 算下啊 这是实力巨人 暂且撤退 王宗父 你斩杀敌架 王盖 一定要为这种程度的表现战战自袭 期待你们陛下更显赫的战功 王盖 你才是真正的散播如霜 小看老虎 王宗父 你斩杀敌架 这一战败于此 张小大人 抱歉 那东山林的王 已经冲破了地震 必须要感谢元军的帮助啊 真是不成熟啊 老虎过得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哦 真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英姿 真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英姿 好厉害啊 欢迎光临 今后也请您多多关照 请不要忘记 请不要忘记 有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不要碰机器 要是机器坏掉 士兵就要受 没事吧 走 总之就是不要碰 不撒 你好厉害啊王盖 和年纪没有关系 老夫们 能复战 完蛋了 不知道 浦羊的机器有没有事 我创造的士兵竟然消失了 难道机器遭到了破坏 看来老夫 还有点价值 今后要继续努力 成为军中楷模 还能复杂到破坏了 那是什么事 这就还能复杂到破坏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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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你点儿记性 好厉害啊 给我夺下那片地 全都是卧大 卧大 在此地之之后并非上次 我来帮就这里吧 追击 绝贝 上一次 凝低 无论 瑞 要把他人的地方全都是馋平 有静点 你跟我来 我夺下那片地 全都是我的 我的 我夺下那片地 全都是我的 我的 真是实力惊人 咱们先撤退 皇宫副 你斩杀敌将 真是阴丝撒伤 就把阿爷的地方全都产停 有精神点 跟我来 才是好的 不要小看老公 你的命运 要终结于此 你斩杀 能破得上天的必要 您可真是肆意妄为 我的计划全都被您给毁了 真是不成熟啊 狗夫过的桥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你好厉害啊 黄盖 果然和年纪没有关系 快点交出所有东西 不然我们就要硬抢了 来人 来人救救我 我要把阿爷的地方全都产停 都精神点 跟我来 我找你点记性 我找你点记性 我要玻璃黄金军 追随这位大人 我要玻璃黄金军追随这位大人 你斩杀敌仗 你的表现在军中 可谓是首屈一致 我找你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看你 我把我弄了 你不可以 但一场 文大爺 會輸給人 這肚傢伙 謝謝您 救了我們 這份恩琴必生難忘 真是不成熟啊 逃不過的橋 比你走過的路還多 今後要繼續努力 成為軍中楷模 請不要忘記啊 請不要忘記啊 不會好好表現 不會好好表現 好厲害啊 黃蓋 你好厲害啊 黃蓋 你好厲害啊 黃蓋 你好厲害啊 我和門記沒有關係 太難了 走 這裡就是老夫的地盤了 我們能够戰 啊啊啊啊 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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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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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啊 聖訪 中雁 浪甩 現在再怎麼掙扎也是愚石無本 大家上 去彻底铲除苍蝶的猛兽吧 你坚持到什么时候 不许元军能来 或许还有活 我在那个要地的一方 应该就可以取胜 我是前进吧 现在只能放弃这里了 你闪杀敌将 真是不成熟啊 老夫过的桥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要是被冲破 河鸟将军就危险了 幸好你及时赶到 不要忘记啊 不要忘记啊 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蓝夫属子们 见证皇天的奇迹吧 可恶 这怪力让我们无法正常战斗 随便是谁都好 快去给我杀了张角 前进 前进 将敌人领教一下 我军有多强大吧 目标已经确定了 打乱敌人的阵脚 划解其动智 前进 前进 让敌人领教一下 我军有多强大吧 不战 黄盖才是真正的三国武装 四季越来越年轻了 会敌人吗 任何人都凶想阻挡我们的前路 我军有多强大 他军有多强大 炎之力 这才是老子啦 不要小看老夫 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 我们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 足标已经确定 把乱乱敌人的阵脚 划解其动智 才能复阵 能复队人 队标已经确定 什么 本石被阻止了吗 稳如磐石的南岳防线就会 不要忘记啊 我要把阿爷的地方全都铲停 都静人点 跟我来 黄天啊 黄天啊 请赐予我猛烈的雷之力 车啊 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赛 不要攻 下来 他敬乎 还能够攻 他敬乎 不过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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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击敌人吧 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 你好厉害啊王盖 武员和年纪没有关系 现在是攻打敌军的要点 无法 你才是老的啦 都要小看老婆 能说停止了吗 如此冬眠就要遭受攻击了 目标已经确定 打乱敌人的阵脚 打解其动静 是太难了 击坏敌人吧 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 黄天啊 请赐我激烈的兵之力 我要把阿眼的地方全都禅停 都静静点 跟我来 我找你点记性 此地的攻防 会组优战局 如果我们 不得防守 目标已经确定 打乱敌人的阵脚 打乱敌人的阵脚 冬眠人的阵脚 冬眠竟然停止了 我西面难免会遭到攻击了 攻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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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贵敌人吧 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 攻击吧 击账敌小熟 撤 现在就要击挥敌人的要塞 皇千娜 请赐予我强烈的风之力 好 立刻展开防御阵型 能接几身蓝灵的战斗 我要把阿爷的地方全都产品 都静静点 跟我来 你就是老夫的地盘了 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 空净人停止 要北面的守卫就会不足吧 你是追不上我的 再会 王公父 你斩杀敌将 你好厉害啊 王盖 果然和年纪没有 击费敌人吧 任何人都休想阻挡 我们的前路 真是英雄丝撒爽 好 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 听打击敌人的痛处 武镖是那里 上啊 美国 英雄丝撒爽 他怎么哭 他怎么哭 飞 他怎么哭 火战 不 放手 掉 呜 拼 混 目标已经确定 打乱敌人的阵脚 划解其斗志 攻占 走 这里就是老夫的地盘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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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确定了 打乱敌人的阵脚 划解其斗志 快敌人吧 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 休想阻碍张角大人 休想阻碍张角大人 只有皇天盛世 才是我们的救星 快走 快走 向那里进攻 我们来进化 守卫 一起进 目标就是那个制点 黄天哪 请赐予我力量 向那里进攻 我们来接管 各位 前进 沱旁 找到你了 张角 就让我皇公赋来击败你吧 苍天之下的愚蠢野兽 妄想击败天命所归的本作吗 如今汉王朝 就是逆贼横行的魔谷 那些欺压百姓 滥用权势的恶行 难道如等不知吗 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请听皇天的声音吧 从事对我们劳力 为什么 从意境中开辟生路 才是武艺的精髓 机器竟然遭到了破坏 因此无法发挥权力了 武艺还是老子辣 不要小财落宝 武艺的力量正在逐渐消失 有武艺机遭到了破坏吗 武艺竟然全都遭到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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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了 我老虎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 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 你还是老的吧 都要凶他老虎 击溃敌人吧 任何人都凶想阻挡我们的前路 我长点记性 黄盖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将 是不是越来越年轻了 天之下的野兽 同袍受难的世间 你绝不会坐视乎 击败了统领黄金军的张角 哎 抗朝廷就是这种命运啊 哎呀 总算是胜利了 英文捉素 未读巧之久也 招准时机迅速行动取得了效果呀 孙剑大人 您的佣兵作战确实厉害 我们成功了 主公 这下各地的战乱也平息了 但愿真的能如此轻而易举 难道您还有什么担心的事情 主公 张角所言不虚 正是不顾百姓死活的朝廷避正 导致了此次战乱 如果这一点没有变化 战火仍会继续蔓延 董卓应该也是看透了这一点 所以才这样行动 汉师充斥着内忧外患啊 你们记住 战事绝不会轻易结束 那样的话就只能战斗了 如果要打持久战 我也能稍微展现一下身手了吧 说得好啊 汉当 老夫 当然也不会屈居人后 孙家尚武 要向天下展现实力 既然时代趋向战乱 这就何乎道理 接下来必须为今后的事情 做好打算 不过 现在还是先庆祝此次的胜利吧 说得没错 城仆 各位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由于官军等的武力镇压 太平道教祖张角与世长辞 至此黄金起义落下了帷幕 然而世间的战火并未就此平息 在都城洛阳 石长氏等宦官与外戚集团展开了争斗 支持外戚的袁绍等人冲入宫中 斩杀了石长氏 趁此混乱之际 西凉豪族董卓进入了洛阳 董卓挟持天子 自封为太尉 独掌大权 极尽暴虐之能事 诸侯对此状况 感到了强烈的危机 董卓果然背叛了汉施 董卓果然背叛了汉施 正如主公推断的那样 还不如当时直接斩杀了他呢 话说回来 我们现在要逃离洛阳 董卓的手下正在到处胡作非为 在受到牵连之前 最好赶快逃吧 主公 我们已经收下镇压黄金军的赏赐 没必要继续留在洛阳了 但是没想到董卓竟会到此地步 不 应该说这本来就不无可能 他一直在梁州与西边的其他民族交战 他的实力应该都得益于此 如果无法阻止他的淫威 只会导致国家灭亡 话虽如此 但是我们目前兵力太少 必须先返回长沙 与渝夏的兵马会合 说得也是 想不到在此相会 巧遇啊 你是曹操 曹操大人也在洛阳啊 大家都平安无事就好 是野兽召我前来的 说是共享九池肉林之宴 野兽 难道是 自然是董卓 啊 果然 曹操大人 你要与他为伍吗 是 湖 丈夫在世 怎能听命于野兽 但是董卓军军力极强 正面与之作战 恐怕难以将其扳倒 那么方法就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那是什么方法呢 孙天大人 您注意到了吗 从气势上看 曹操准备手刃堵拙 我明白了 他是觉得九席 比战场更有胜算 真的吗 不对 问主公也没用 确实是有勇无谋啊 不过他为何如此盼着铲除董卓呢 曹操应该也有自己的目标吧 让他死于子弟实在可惜 而且在黄金起义时 我们还欠他一个人情 哦 主公 难道 我们走 我们也要潜入洛阳 援护曹操 事成则已 万一刺杀失败 也能为他打开退路 我就知道会变成这样 主公之令怎可不从 不过 曹操的手下 应该会惊慌失措吧 哎呀 古尔来次这样的战斗也不错 在离开洛阳之前 最后痛快地大战一场吧 炎拙 荣卓所在的宫殿 有张辽在外守护 看来曹操应该已经身在其中了 上海